我完全沒有 裝什麼整孔攝影機 我也沒有搶他的男人 之前有來上過節目的 有被他羞辱過的 也曾經是知名的網紅 他有一個壞習慣就是他超會搶男人 三體啊 大戰什麼海軍陸戰隊啊 因為他真的是做過非常多荒謬的事情 他不太會在意別人的感受 發現城堡的人 去拿他的燙箱開玩笑說 我覺得你這個燙箱很漂亮 聽得會開心啊 不輸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Ela 歡迎收看Ela大尺度 那今天邀請來的這個來賓呢 我認識了十年的姊妹 今天呢這位姊妹呢 來我的節目呢 就想要對抗我們之前 來上我節目的某一位來賓 因為他在節目說 他怎麼樣 他怎麼樣對他怎麼樣對他 然後當時我們的觀眾就是覺得說 他好可憐 怎麼會這樣被對待 今天這位姊妹要來上我的節目 來平反不實的報導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要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大尺度的內容的話 一定要成為我們的Youtube頻道會員喔 那麼歡迎成員 大家好 我們也認識非常久了耶 對有一段時間 大概多久 有九年了吧 有差不多 是透過誰認識的呢 就透過台中某位水果小姐 你跟他有淵圓嗎 為什麼講到他你好像有點不開心 因為其實呢 Ella大尺度 就是坦白說 我是尊榮級的會員 我訂閱這個專輯 訂閱這個頻道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呢 因為他有來上過節目 當然就有聽到他可能有講 就是 映射到我啦 映射到我 因為我跟他其實 原先也還不錯 然後到後續 我們就是 見行見緣這樣子 有到翻臉嗎 就是差點打起來的那種感覺 有 大打出手 那你覺得你跟他打架誰會贏 我一定會贏 你一定會贏 那某位小姐 她是說過你怎麼樣 你很生氣 應該是說我入住她家啦 因為那時候其實 在經濟上面也比較辛苦 她有在過節目說嘛 就是她有給我一個 一瓶的房間嘛 當然她是架蓋出來的 那這點我當然也是感謝她 可是前提是 要架蓋這個房間之前 其實是需要付房租的 但她就是很常會污蔑我說什麼 我冷氣沒有關啊 可是其實我冷氣真的 就有關啊 然後她跟我索取電費 她跟我說一個月電費9000塊 你說房租3000塊 但是電費要跟你收到9000這樣 對 然後呢 就會一直可能要跟我要這筆錢 因為她也曾經是知名的網紅 就我那時候就是 在她面前就當一個小助理 她就會靠賞我啊 一些什麼 亞時蘭帶什麼原生路啊 Nike的球鞋啊 就是因為她都很常掛在嘴上講 然後有一次我還記得 她突然跟我約 然後要我去高鐵站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半個小時我路沒有到 我就直接要搬出去她家 我跟她說 那我搬出去你家我要睡哪裡 她說我管你睡哪裡 睡路邊 叫你到事要幹嘛 幫她搬行李啊 去當她助理啊 幫她領錢啊 幫她發薪水給領眼啊 偶爾就是可能叫我幫她整理衣櫥啊 看我就是不想幫她整理啊 就丟2000塊在地板 她說 你不是就要錢嗎 你就像狗一樣 爬去撿那2000塊 這麼誇張喔 對 真的就這麼誇張 就除了這件事情以外呢 林靜嘛 她也有去過她家 然後就是跟林靜介紹她說 喔你好這是我仆人的房間 然後林靜介說 欸你幹嘛要這樣子講話 對 或者是那時候我比較窮酸 然後身上可能穿一些 幾百塊的衣服 她就說什麼 你身上有價值 千元招票的東西嗎 請問一下 你一直幾百塊的衣服 在那邊換來換去 不就都長一樣嗎 你真的很沒質感耶 你真的很沒有品味 你不涉及到旁邊耶 因為她真的是做過 就是非常多荒謬的事情 然後我今天也必須要澄清一件事情 對 我完全沒有裝什麼整孔攝影機 我也沒有搶她的男人 那都不是事實 因為我發現她在 櫃節目就是要講這件事情嘛 啊為什麼她當時要掰這個故事 就是說欸你搶她男朋友 我覺得她對所有的男人 都有一種幻想 就是她會覺得說 這個男生只要跟她有過 性方面的關係 就是她的男友 說真的各位姐妹 就是能夠接受三性的男生 就是魚池裡也就這一堆了 就是一定或多或少 都有機會會共用到 這是很正常的 但她會把所有用過的男生 都會視為她的男友 或者是會跟男生說 欸你要不要跟我交往 然後或者是她知道 她有跟我約過 然後她就會說什麼 姐姐的屎好吃嗎 姐姐的屎是不是很香啊 你就愛吃姐姐吃過的屎啊 講類似這種話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人家真的不是你男友 為什麼你會一直覺得 那個就是你的東西 然後後來罵一罵之後 可能姐妹就會替我出氣 罵她之後 然後她又打來跟我道歉說 好啦對不起啦 一切都是姐姐嫉妒性 姐姐沒有惡意啊 姐姐以前對你很好啊 說你雅是還帶原生路啊 那去的球鞋 對然後現在我也真的 狀況有比較好過了 然後就上次她有一隻 過去你拉亂 然後呢她就是 跟我要的東西她就說 這一件藍色的牛仔 可以買給姐姐嗎 然後我就說 姐姐才900塊而已耶 她就說 我就很窮 然後我就以前的你啊 怎麼辦 姐姐之前對你也很好啊 還記不記得姐姐送過你什麼 雅是還帶原生路啊 Nike的球鞋啊 就是我一直瘋狂的 就瘋狂的 說雅是還帶原生路啊 Nike的球鞋 搶奪姐妹的東西 跟姐妹有男人的糾葛 之前有來上過節目的 被她羞辱過的 去跟人家要那個對話機 跟人家刪除對話機 然後找黑道去打 XX 然後擋在人家門口啊 然後人家也出來媽啊 說什麼 XX 就很丟臉 然後像你啊 你也被她羞辱過 不要 然後我跟Ana還有零禁筆啊 然後他們是XXX 當下我就超生氣 我就說天啊 浪費了兩個時間嗎 媽媽的屁臉都洗了 然後你現在跟我講 所以沒辦法 因為她有上過我的節目 然後她不是有說 欸 媽的 媽的 她再來節目講的時候 就是那個人就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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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跟她之間有 很高興的回憶 譬如說 因為我們姐妹時期嘛 就是當然有 就是一起做一些 很荒唐的姓氏啊 譬如說3P啊 大善什麼海軍陸戰隊啊 海軍陸戰隊這個我真的要講 對他來講很難忘 他喜歡黑髒刺啊 何謂黑髒刺? 就是皮膚很黑 看起來髒髒的 然後有刺青 就叫黑髒刺減稱 原來如此 有一些姐妹要知道 有些可三的運用詞 譬如說什麼 有沒有三金 就是三性經驗 因為那時候不是很流行一個叫軟體 叫做Btalk 然後因為Btalk那時候很方便 然後就約到一個男的 然後好像就是海軍陸戰隊的那個軍人 然後在台中玩 然後跟他兩個兄弟這樣子 然後可能也無聊 他們就約水果小姐 因為我那時候就住水果小姐家 那剛剛他那時候就有邀約我說 欸就是有那個三個人這樣子 可以再加兩個 加二或加三 然後可是我們兩個那時候半夜 就只有兩個人 然後後來我想說好那就跟他去 反正後來就是他對付兩個啦 三對二嘛 那他對兩個我對一個 因為我跟你講我的 後庭比較 然後承載力比較沒有這麼強 所以我就對一個 然後他就對兩個 然後就玩了一整個晚上 所以這個也算是跟他之間是比較美好的回憶 所以我覺得還有一次是 就是我在18PC 然後那時候我調了一個男生 可是因為我跟他住在一起 他有一個壞的習慣 就是他超會搶男人 就是他會一直跟男生說 一些人生攻擊我的話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害怕 我就想說算了 我先把那個男生帶回去 我就人帶說 好可不可以三性 好可以 然後我趕快 東山路一段衝 然後我就趕快 叼回去 然後我就把 我就把水果小姐放在夜店 然後就趕快 跟那個男生就趕快開始 趕快開始 然後我就很急 我把他關在那個一坪的房間裡面 然後趕快開始這樣 然後因為那個一坪的房間 各位 他那個門是 玻璃門 你知道嗎 就是跟這樣看的那種 就是霧霧的那種玻璃門 然後我就把他帶回去 然後就趕快把門這樣鎖起來 然後就趕快 那個處理 完了 一直到不得了 完了 我自己在家搭了真的馬上衝回來 然後一直敲打著玻璃門說 不准讓他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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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射了我就跟你翻臉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男生說 不要理他 繼續做 這男子不會突然軟掉嗎 這個樣子 他沒有軟掉 我就說 你就趕快射進去吧 不要理 這樣 然後他就射完之後 那男生就走了 就是像他在節目上講的 就是 就是 確實有很多的快樂的回憶 但我覺得痛苦的回憶 是多過快樂的回憶的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比較需要被照顧的人 他的心靈很缺乏 很缺乏愛啊 或缺乏什麼也好 因為我覺得他不太會在意別人的感受 比如說像 他會跟我借我的東西 塞性可能就是 最愛借就是借假髮 我之前就在五六年前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頭皮就是有一點問題 對 然後突然就有落髮這樣子 然後落髮很嚴重 就是那個好像在醫學名稱叫鬼剃頭 可是我是全身性的 你說全身性 不是包含連腋下那個陰毛那些都感覺嗎 對 就像你的眉毛啊 睫毛啊 或者是T毛啊 鬍子就都不會有 就全身上下 你只要是有毛的地方都是沒有的 對 連鼻毛都沒有 對 嗯 欸真的欸 對啊 沒有鼻毛 所以你現在是白虎是嗎 就是下面連陰毛都沒有長 可是我覺得很特別 下面有一點欸 有一點 那你有沒有想過 把下面的毛狼隻在頭髮 不會耶 因為我本身就那時候就也比較窮 所以一頂這種比較真的頭髮 就是所謂的真髮的假髮 對我來講是非常珍惜 那個時候買一頂也要三四萬 那以我那時候的收入三四萬 對我來說其實很富 很緊繃的那種 對 那我可能就是我自己都捨不得弄 捨不得帶 因為他有一次就跟我說 他去上你的節目這樣 那一集就是有邀飲料的 你是一個被欺負的店員這樣 然後有那個胖虎就是衝出來 然後當媽媽這樣子 我整個都死了 好 交給我 因為他不是有就是幫他扯他的頭髮嗎 那個頭髮就是我的那個假髮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你只是拍片的需求 你去用那種六九九八九九那種假髮 我覺得沒關係 可是因為畢竟那個一頂那時候對我來講 就是要要假不肥的頭髮 就是三四萬 對 就是三四萬塊的東西 然後你這樣子這樣子扯 扯掉 然後丟到地上 對 然後丟到地上這樣子 節目效果我能理解 但是我看到的人我當然會覺得就是 欸 我自己都捨不得這樣對你 這樣照他那個頭髮這樣 對 然後就是你怎麼就是 把他拿去上節目 然後就是扯啊什麼的 那可能你不知道 所以你會覺得說 那可能就是一般的那種假髮 對某一些人來講就是 生命中很重要的東西 他生活中不可或許的一部分 因為畢竟你要想就是我們都已經是三星了 三星就需要就是怎麼樣 漂亮啊 如果你還沒有頭髮 那你不就是很可憐嗎 當然我能夠走過來也是因為 那時候剛好遇到一個事情 就是剛才也在掉頭髮的時候 就想要去自殺的念頭 那時候覺得人生可能也沒什麼希望 因為就覺得自己很慘 就已經 就不男不女了 然後還要就是 重疾疾病你知道嗎 對 因為那時候我很積極治療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晚上就上那個什麼 舞廳啊就是去裡面啊 然後就是 又要一直拍槍啊 然後是被發現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之後 就要那個三四千四五千塊 然後你有把一半以上的錢 都拿去治療這個 幫你照光啊 什麼幫你洗頭髮按摩啊 什麼就是幫你想辦法就是弄 然後你可能想成效也沒有那麼好 就是治療的很辛苦 然後可是後來我就是 積極治療後我覺得沒有用 所以我還是決定放棄治療 就是因為我看到了影片 我才知道他被那樣對待 然後因為他那時候 有跟我另外一個三星 有借過假髮 然後好像不知道把它捲 不知道怎麼捲怎麼弄 然後就是也把它弄壞了 弄壞之後然後再還給那個三星 說來還你這樣 也沒有賠 也沒有道歉這樣 我那時候就祝他家 我能說什麼 就是默默的就愣摘 你說寄人籬下這樣 對 因為也是我借他的 然後因為我記得 有一次他最過分的是 因為那時候在家裡面 然後好像沒有帶假髮 然後就是有帶一個 就是類似那種髮 哭那樣哭在這邊這樣子 反正因為是想說都自己人 所以就哭著 就也沒有特別的怎麼樣 然後就拍照 然後把那個穿去群組 傳去我們一個三星的姐妹群 然後讓所有的姐妹群 看她說哈哈好好笑 合同嗎 就是打類似這種 因為之前有一個 跨型平台上的節目叫Sakura 大話就很生氣 他就直接說 你拿別人的傷口 來當作玩笑的話 我覺得一定都不好笑 他到底有給你道歉嗎 就是虛情假意的道歉是有的啊 就是在選舉說 對不起什麼的 我只是覺得就很好笑 什麼的 大家都自己人啊 什麼的那有關係什麼的 可是他沒有在乎當事人的感受 就像八仙城暴的人 你去拿他的燙傷開玩笑說 我覺得你這個燙傷很漂亮 你覺得人家講的聽了會開心嗎 不舒服啊 對啊 因為那時候就是因為有八仙城暴的事情 那時候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你看人家燒燙傷的人 都沒有哀嚎半生 你只是一個掉頭髮的 說真的你假髮戴上去 你又是活龍一條 你如果真的覺得哪裡不好 臉去改一改 改改的是這張臉 不是你的頭髮 不是有沒有頭髮 對 鼓勵你的是男男女的 女的女的 我相信如果像你 你看你經過那麼多手術 你以前不是有去拍那個 細說台灣嗎 最近社群就是有那個在po 你那個頭髮也是這樣子 都砸起來啊 然後怎麼弄那個這樣子 可是也是很好看啊 就是臉的重要性 對就是臉五官要先好看 才是重點 整形還是很重要的節目 對 哈哈哈哈 好啦影片到這邊了 我們準備要進入到 更勁爆的部分啦 那如果喜歡成員的話呢 來追蹤他的Instagram 對 那如果想要自己小艾來的話呢 想要聽更勁爆的內容 看更大尺度的畫面的話呢 一定要加入我的YouTube頻道會員喔 那我們就會員影片見囉 掰掰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在做 醫美整形諮詢師這樣 對我本身的職業是醫美的顧問啦 算是就是經理人這樣 那像你現在這一頂加法多少錢 那你摸一下質感 你先幫我摸一下質感 它其實這樣摸很像真的耶 它這個是優等法 你說優等 它是包含連電棒那些都可以用的嗎 對 優等法就是下雨天也不容易毛躁 像你這個就是如果像這種比較真法 就是下雨天出去如果加捲的話 可能會毛毛的 對那可能像這個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毛躁 就叫優等法 這一頂呢 淺淺厚厚這樣加下來 大概是八萬到十萬左右 你有算過你從以前到現在 你買的這些假髮 加起來的金額有多少嗎 五十萬 光是買假髮搞到五十萬 因為我很要求假髮的品質 我沒有辦法接受帶那種就是塑膠的啊 我一定要就是它是真實的 我才會覺得它可能是自己的一部分 我可以把它認為它是我自己的東西